为了推动AI教育散尽社会责任 智态科技就赠送了180套的AI模型训练软体给东南科技大学 并且共同成立了AI培训中心 希望借由这套软体能够让AI学习是更加的普及化 同时也可以培育更多优秀的AI人才 进而提升国际的竞争力 为了共同推动AI教育智态科技捐赠的180套VisLab AI模型训练软体给东南科技大学 由校长李轻盈代表接受 同时回赠感谢状 智态科技董事长许志青表示 这套软体可以应用在各行各业 透过简易且可视化的操作界面 让未曾学过城市语言的人都可以快速上手 你不需要学城市语言 也不需要学高深的学问 你就可以来操作 所以我们认为这套软体可以快速的普及化 由于现在教育界前提在推动 所以学生前述在用 所以普及化会更快 当然就可以提升我们台湾整体的人才竞争力 除了软体的赠送东南科大更成立的AI培训中心 由双方共同接牌 校长李轻盈表示将会先展开师资培训 再教导学生使用 让全校师生都能够活用AI 有四场的一个研习 从一星到三星的一个认证 那老师都已经研习没有问题了 那他们就是种子教师 所以他们就会再把这一套的这个应用 再交给我们的学生 所以最后我们就是希望 我们全校的老师学生都可以呢 很这个随心手遇 可以去用这一套的这个软体 对于培训课程支带科技也与诺会全力协助指导软体操作 教案和教材开发 共同培育优秀的AI人才 这些师资需要培训 所以我们在各大专业校都成立 想成立培训中心 第一个来培训这些老师 第二个来培训在校的学生 第三个当然对业界的师资培训 因为说工程师他们都应该接受培训 这样把学校 学生跟业界做一个连结 学生如果未来毕业之后 他可以在我们学校所学到的这一些技术 还有他的这个应用 他可以带到他的业界去 所以从学校到业界 那整个AI的推广 我相信这个对我们整个国家 我们整个社会来讲 这个是智慧化很大的一步进展 这套VisLab AI模型训练软体 目前有36种网络模型可供使用 具有分类、侦测和分割功能 使用者透过图片 针对其目的能够轻松进行标记 并且依照需求调整参数进行训练 期盼在产学合作下 让AI教育普及化 进而提升国际竞争力 记者杨邦友 赵方琪 深坑采访报道